這邊這一層叫做髮狼子 它就是有點類似 像象牙白一樣的象牙色 它不是完全白的 如果髮狼子夠厚 你基本上就是看到髮狼子的顏色 牙齒想要美白的話 它就只有把髮狼子拋掉 就好像那個木頭有沒有 外表髒了 你想要讓它漂亮一點 把那個外表刨掉 我們的髮狼子 就等於被刨掉了 你就講對了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 很多人做完的這個美白之後 它牙齒會痠軟 因為它髮狼子拋掉了 那它會不會長 不會 不會長 磨掉就不會再長了 不會 完全不會 髮狼子健康 牙齒自然白淨漂亮 詹姆士的花生喜事甜點 讓你牙齒健健康康 白白帥帥 起司放上來 把它抹上來 這樣 像煎年糕一樣 有點像 可是速度很快 我們只拿外面的花生 把它弄熟就可以了 然後這個是蜂蜜 好得了 硬的起司在上面再抹上來 Oh my god 也太大塊了吧 好好吃喔 它真的還有點酥脆的感覺 有一點酥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氣質還有一點彈性喔 搭配得太巧妙了 歡迎收看食材與健康 健康最實在 歡迎今天的三位特別來賓 先歡迎第一位 馬姐 嗨 大家好 第二位 陳德烈 Yeah 第三位 丫頭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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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多人在講說 我不重外表 但是不否認是有一個好的外表 給人家感覺是舒服的 當然 所以今天發了三位來 都有一個共同點 因為你們笑起來都很燦爛 因為你的牙齒都很白的 什麼意思 我就是很笑了 怎麼樣 牙齒每個人都在想辦法 要有一口這個潔白的牙齒 但是它非常非常難 真的 而且坊間或是雜誌 網路也有 太多這種 偏方 這種偏方做了之後 如果是好的 那你就算了 如果你使用不當 親者 你牙齦會有點痠痛 甚至吃東西不方便 會牙齒 會涼 會哪邊不舒服 重者 牙齒是會萎縮的 萎縮牙齒 看過廣告嗎 剛開始牙齒不舒服 再來牙齒萎縮 再來就牙周病 再來就那兩顆就 會掉到那個有沒有 水潮下面去 差不多就這個意思 這麼恐怖 真的欠爆 所以說這個牙齒的美白 它事實上是有學問的 不是說隨隨便便買個 什麼潔白產品就拿來用 用不然就買蛋 沒有 老師 這樣好了 我們先讓大家說明 為什麼 一樣是在吃東西 那有東西會讓牙齒 會有色素的沉澱 你覺得為什麼不行 到底沉澱在哪裡 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牙齒 最外面這一層叫做房子 我想大家都知道 這層髮囊質 它本來就不是純白的 不是純白的 它本來就不是純白的 不是純白的 它就是有點類似 像象牙白一樣的 這樣子 它不是完全白的 那裡頭有一個牙本質 這個牙本質 其實就有點偏黃了 就是 所以牙本質就像牙質 對 就有點偏黃了 那 老師 那美白的 我們所謂白色的部分 是不是就是外面的髮囊質而已 對 一般來講 如果髮囊質夠厚 對 你基本上就是看到 髮囊質的顏色 但是 對 象牙白 乳牙白 那如果說你是 髮囊質已經很薄了 那你就會看到裡頭的那個 牙本質的黃色 對 所以它就是 老化的最大的原因就是 髮囊質逐漸會變薄掉 因為它是一個磨損型的一個材質 有點像消耗品一樣 那它會不會長 不會 磨掉就不會再長 不會 所以你如果說不好好珍惜它的話 它磨掉就是完全不會長回來 德烈看起來滿白的 我滿白的 然後 我是沒有那個美白 但我有一個朋友 說實話 我喜歡藝人騙人 對 說實話 有沒有美白過 有沒有 好啦 我有美白過 你看 現在 大家一叫做 認真來聊天聊感情就對了 是不是 他騙人 我第一次美白的時候 就是感覺起來不太美 不太白 我已經試差不多八年了 然後我第一次做完之後不太白 我就奇怪 怎麼會這樣子 我就跟醫生講 隔天之後跟醫生講 那不然你再來好了 我就再去 隔一天再做 兩次 超白的 對 我把兩次扣打到那邊 超白的 可是我覺得哇 會痛了 會痠 會痠 就是你沒幹嘛 就會痠就會痛了 馬姐有沒有美白過 有 你看 這個叫做前輩 人家不講謊話 對啊 我們都老實說 我跟你講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的生長環境比較不一樣 那我覺得像我們這一代的 普遍的牙齒都是 有一點點淡黃色 就是我所說的健康的顏色 後來有一次呢 那時候大家都流行很白的牙齒 我男朋友就說 你也去做一個很白很白的牙齒 這樣變上比較好看 我就說 不行吧 我好怕 因為我最怕牙科那個 滋 那誰都送了 對 然後我就去了 然後我就忍痛去 他就說 他就幫我的整個牙 他說我先幫你磨一遍 他就滋 我就已經很忍痛了 但是你知道美白 他一定要幫你磨過之後 再敷 再貼那個 貼那個美白的上去 然後再撐開牙齒 再打冷光 他就對 打那個冷光 妳很內行 德烈 還說沒做過 你看 兩句就套出真話了吧 他剛剛還講說 我是沒有啦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嗎 還沒有在撐的嘛 然後後來呢 我還是有個朋友啦 後來呢 他就說 美白一口牙 好像要多少錢 要幾萬塊對不對 兩萬五起跳 對 兩萬五起跳 八年前 然後我就說 那這樣子 打個八點好不好 他說不然這樣 我先幫你做兩顆 我跟你講還好他這樣跟我講 我只做兩顆喔 我回家 大概就躺在我們家沙發上 躺了一個禮拜 兩顆就一個禮拜 好痛喔 又痠又痛 然後痛到好像整個牙都在痛 有一種寒風刺骨的感覺 是 真的 你們現在就講到重點了 對啊 究竟你們現在所說的 這個美白牙齒 的方法是不是對的 其實還不知道 對 而且我也沒有什麼後遺症 對牙齒造成多大傷害 剛剛老師也講了 髮狼子是不會再長的 就是啊 會不會你磨掉之後 它就不見了咧 美 西瓶你怎麼說 還沒上一個女王 你怎麼跟妳一樣 差一點點就被你拐走了 好不好 我們先進入我們第一個回合的 就是比賽 好不好 比賽完之後 我們再慢慢來跟大家討論 好不好 三位加油了 好 是時候西瓶蓋出來了 來 我們歡迎可蘭 第一題請問 使用小蘇打粉和食鹽 調製成的牙膏來刷牙 也可以達到美白牙齒的效果 對我錯 請小答 德烈兒請作答 錯 確定 確定 我有個朋友啊 要有個朋友 朋友留給記號好了嗎 你怎麼都爛你朋友 恭喜你答 對了 YES 真的不行啊 真的不是 真的老師會講解 我還給你 頭髮都吹亂了還不給你 噴別人就不給你 好 下一題請問 經常吃蘋果可以清潔口腔 避免牙齒色素沉澱 達到美白牙齒的效果 對我錯 請小答 馬姐請作答 我竟然搶到了 妳朋友怎麼說 我朋友說 對 對喔 確定喔 確定喔 不要笑我 對喔 對 好 答案是 恭喜馬姐答 對啦 好 下一題請問 每個月固定到牙科診所來洗牙齒 也能夠維持牙齒的美白 對我錯 請小答 洗牙齒 妳怎麼答 每個禮拜 每個月 每個月不對 確定 確定 恭喜妳 恭喜妳 打嘴喔 哇 嚇我一下 我很說每個月不行 每個禮拜 還得了 好 第四題 好 最後一題 請問 牙周病患者呢 容易牙齒泛黃 那使用呢 牙齒美白的貼片 可以美白牙齒之外 還有保健的作用 等我講完 馬姐 還沒講完啊 還沒還沒 都不錯 請小答 我要奧牌喔 我奧牌喔 我奧牌喔 我今天就要注意喔 今天就要注意喔 有看 快點 恭喜妳 打嘴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題 使用小蘇打粉和食鹽 調適成牙膏刷牙 可以達到美白牙齒的效果 是有人這樣子嗎 顯然可能是有一些網路 或者是以前人教的等等的 但是我們現在都不建議這樣做 它是這樣的 就是說 小蘇打粉比較偏鹼性 那我們這個牙齒很怕酸 所以如果說是吃到酸性的東西的話 那個髮型就會軟化 甚至會開始掉 就是會開始剝落 那所以因此呢 如果說是讓口腔變成鹼性的話 是會比較好 所以因此你的口水是鹼性的 口水是全世界最好的 保護牙齒的東西 口水 對 所以它是鹼性 所以有的人就認為說 小蘇打粉是鹼性 但是它不是拿來刷牙 它是拿來讓牙齒的表面 變成鹼性的 可是如果說你吃東西 注意一下 然後能夠經常的漱口 漱口刷牙 就是漱口比較好 不要刷 對 因為它軟掉的時候 刷會掉 它會掉 所以我們吃完水果牙齒 在生軟的時候 我是不應該去刷牙 先漱口 先漱口 漱口 因為牙筋斑也沒那麼快 就是要吃掉你髮型質沒那麼快 所以你就先漱口 漱口完了之後 隔個半小時一小時再刷牙 這滿重要的 對啊 這個老師以前都沒有講 大家不知不覺 每次想說吃完東西就要刷牙 大陸要刷 不是 那個是酸性的才會 比如說你吃檸檬片 但其實我不太建議大家 吃這種這麼酸的東西 再來第二題 經常吃蘋果可以清潔口腔 是不是 是什麼理由讓它清潔口腔 我們最近美國牙科醫學會公佈 這個所謂對牙齒比較好的食物 它有公佈 其中一個公佈就是 吃咖哩容易讓牙齒染色 搭配什麼飲料 比較不會讓牙齒變黃呢 我的方法喝綠茶 因為綠茶它裡面 還有很豐富的一個物質就是 縫 它的縫是用在 我們美白牙齒的牙膏裡面 所以吃咖哩的時候 喝綠茶就可以美白我的牙齒了 牙齒如果是健康的 對 它就不太容易染色上去 所以那當然就是說 你吃有益牙齒健康的食材 當然間接上面來講 是可以幫助牠的 是 譬如說含蓋高的 含佛的 這些都是可以幫忙的 什麼小命名要讓牙齒大圍金看 要給牙齒一點的 一定要最後放 你不要一開始就放了 要最後喔 因為你要讓牙齒等牙的 那個多醣體 釋放出來之後再加 你很有才喔 黃師傅 對 這樣子都要翻 6月28週五6點 實在好樂禮 您現在收看的是超級電視台 最近美國牙科醫學會有公佈 這個所謂對牙齒比較好的食物 它有公佈 其中一個公佈就是 高纖維 低碳水化合物的食物 高纖維 高纖維 碳水化合物 比如說像芹菜 蔬菜類的 蔬菜類的碳水化合物也不高 其實蘋果碳水化合物也不高 那像這種東西的話呢 他們對牙齒的清潔是很有幫助的 它等於是像牙刷一樣嗎 因為我們的 對 你講的這個是 我必須先回憶你是對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它這個細菌 牙齒裡面細菌要吃牙齒的細菌 基本上它就是喜歡吃糖 糖 對 那個糖 不是米字邊的糖 當然是酒字邊的糖 就碳水化合物 當然米字邊的糖也是單糖 也算碳水化合物 但是我講的比較廣 所以這個細菌是比較喜歡吃糖的 所以你任何有關 碳水化合物的東西進去 對它來講都是一個幫忙 那小孩子吃餅乾有沒有 吃得滿嘴都黏了有沒有 然後睡著這樣 那很嚴重 非常嚴重 那個大概住得非常快 對 住得非常快 對 過小時候愛吃糖的小朋友 有含著糖睡覺的對不對 那也非常嚴重 牙齒不壞 我想說就這樣 對 非常嚴重 所以高纖維低碳水化合物的 就很幫忙 像蘋果這種就是纖維質高 膳食纖維高 但是它碳水化合物又不是那麼高 對不對 老師 那洗牙可以美白牙齒嗎 其實事實上洗牙跟美白是兩回事 但是問題是牙結石在牙肉跟牙齒的接縫處 就叫做牙勾的那個地方 如果有的話那邊就會有很多黃黃的 所以它的上頭不會影響 但是在跟牙肉接觸那個地方會變得黃黃 對 那個中間牙銀勾那個地方會黃黃的 而且那個牙結石有時候也會黑黑的 難看 所以你如果講美白 是講那一塊的話是有關係的 因為正掉之後它就不會有黑色 牙齒就變比較乾淨 對 會比較 正掉之後就不會有黑色 不會有什麼黃色 黃等等的 對 再來 牙周病患者容易這個牙齒泛黃 用牙齒美白貼片 美白牙齒還有保健的作用 有這種事 不可能 一般這個貼片的也不能亂用 對 那貼片很傷對不對 對 因為我剛剛講過就是說 它如果想要美白的話 對 它就只有把最外層的顏色拋掉 那就有點像拋光一樣 打蠟 不是打蠟 拋光 就是把那一層皮把它拋掉 就好像木頭有沒有 木頭它外表髒了 你想要讓它漂亮一點 把這個外頭一拋掉 那我們的髮廊紙就等於 被刨掉了 變薄了 你就講對了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 很多人做完的這個美白之後 它牙齒會痠軟 因為它髮廊紙拋掉了 拋掉了以後 它真正沒有感覺的是 外頭這層髮廊紙白色的 但這黃色這一層是會有感覺的 所以如果你刨掉以後 讓這個跟這個太薄 東西就會滲進去 就會繞成裡面痠軟 對啊 就痠軟在這裡 但是過一陣子 它這個地方會自己又補起來 所以就是說到時候會好一點 但是你要小心就是 再拋的話 把這整個拋掉就不得了 對 好 這樣就了解了 了解 目前的積分 鴨頭是領先一分 太神奇了 要進入第二回合了 如果輸的話 這一回合就要喝了 好 馬上進行 我們的姐妹話這樣說 第一題 吃咖哩時造成的色素沉澱 應該搭配什麼飲料 可以美白牙齒 來 我們聽聽看可蘭怎麼做 其實呢 我的方法呢 在吃咖哩的時候 我就會喝 登登登登 喝綠茶 因為綠茶呢 它有很豐富的兒茶樹 重點是呢 兒茶樹呢 它可以有殺菌的作用 還可以有預防蛀牙的作用 所以呢 重點是它裡面 還有很豐富的一個物質 就是縫 它那個縫呢 是用在我們美白牙齒的牙膏裡面 所以呢 我相信 我在吃咖哩的時候 喝綠茶 就可以美白我的牙齒囉 我的這個飲料呢就是 檸檬汁 因為其實呢 檸檬汁呢 有這個抗氧化的維生素C 它可以讓我們的牙齒呢 變白 所以呢 當你有時候沒有辦法 馬上刷牙的時候 我就會選擇喝這個檸檬汁 來幫助我美白牙齒囉 請搶答案 漂亮 我確定它是好的了 我的答案是 A綠茶 你是A半天 A不是這樣 確定 A綠茶 確定喔 確定 好的 答案行 就是喝綠茶跟預防色素沉澱喔 Yes 老師吃咖哩 首先它會沉澱嗎 然後再喝綠茶真的會美白嗎 它現在是這樣就是說 如果你的牙齒本身非常完好的話 那基本上它是不會有色素沉澱的 對啊 我看很多印度人吃很多咖哩 牙齒也是很白啊 但是如果說你的牙齒有受傷 比如說有裂縫啦 或是有孔 那它就會從那個孔鑽進去 產生色素沉澱 裂縫 對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說你吃到有顏色的東西 它就容易沉澱 比如這樣咖啡啦 茶啦 濃茶啦 醬油啦 醬油也會喔 墨魚雞啦 對 這些通通都會 尤其是香菸檳榔更嚴重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呢 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不得已來吃到 比較有顏色深的食物的話 應該就是立刻要漱口 對 所以白開水是最好的 美白牙齒的飲料 喔 所以吃完東西用白開水漱口 這樣子 對 色素把它沖掉 好不好 來 第二題 平時選擇吃哪種食物 可以降低牙齒的色素沉澱呢 我們聽聽看可蘭怎麼說 我的方式呢 就是吃花生 不要小看花生喔 花生它裡面有一個物質叫做零 它可以強化我們的牙齒 還可以減少法郎質的流失 重點是你在吃花生的時候 你放進去嚼一嚼 它的分子會變得更小分子對不對 那更小分子之後呢 它會在牙齒裡面碰撞 碰來碰去之後呢 它就會在那個孔洞上面 有一些沉積物 它就會這樣把它一起帶走 這樣呢就可以預防我們的色素沉澱囉 我的方式就是吃花生 那我選的這個食物呢 就是海藻 因為其實呢 海藻它有含豐富的礦物質 它可以幫我們美白牙齒之外呢 同時也可以幫我們預防助牙 所以呢我平常沒事呢 我就多吃一點點海藻 來幫助呢 降低我的色素沉澱喔 請搶答 YES YES 我覺得是海藻B 海藻是不是 好的答案是 是的 就是吃海藻 來降低色素的沉澱 YES 幾分了 這個海藻裡面的 是真的是礦物質 所以讓色素不會沉澱嗎 其實真正重要的是 它是高鮮的一個蔬菜類的東西 當我們在吃高鮮蔬菜的東西 當你在嚼的時候 對 因為像這種海藻 你不可能一拿到嘴巴就吞下去 你不可能 你總得要嚼吧 對 對不對 那你在嚼的時候 唾液就會分泌 哦 你任何的食物嚼久了 又唾液分泌 唾液分泌就會是保護牙齒 最好的方法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在嚼這種高纖維的時候 這纖維也會幫忙 清洗這個牙齒 也會清洗 來 矯正牙齒的人 應該要少吃什麼食物 才不會讓牙齒加速的變黃呢 我們聽聽看可蘭怎麼做 一定要少吃胡蘿蔔啊 因為胡蘿蔔裡面 它很豐富的Beta胡蘿蔔素 雖然它很好吃 對身體很好 但是如果你在矯正牙齒的時候 一定要少吃 不然它會加速你的牙齒變黃 但重點是呢 不僅你少吃胡蘿蔔的同時 還是要記得 做好清潔牙齒的工作哦 不然還是會讓我們牙齒加速變黃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想吃胡蘿蔔哦 我這個食物就是黑木耳 因為其實有矯正牙齒的人 清潔是非常重要的 那因為黑木耳它是黑色的食材 所以非常容易會造成這個色素 卡在我們的牙齒上面 那如果你吃黑木耳的話 黑木耳的一些色素 就會卡在我們牙齒的表皮上面 就會不容易清掉 所以有矯正牙齒的人 平常應該要少吃黑木耳 來避免牙齒加速變黃哦 好的 您覺得A有道理還是B呢 請搶答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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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不可知的馬姐能否順利過關咧 想知道千萬別走開唷 今天郭主義除了要教大家 美白牙齒的洋蔥牛小排 還要獨家公開私房鐵板燒醬汁哦 來醬油一二三 再來呢 加什麼 怎麼還要弄 一直進來 太厲害了 你說鐵板燒都醬汁 對啊 這個就像我們鐵板燒在做的那個 有沒有 那種感覺 好香 牛排好香哦 哇塞 那個洋蔥跟它的醬是搭在一起 那洋蔥更多 平常你可以等一下拿調一糊 然後冰在冰箱裡面 你要用的時候就吃 這樣不這樣不可以吃 這個便當 讓Selina與納豆鬧不合啊 這一個便當也沒有很貴 500塊左右 是不是要用到那個送嗎 你先不要吃肉 你吃這個肉多就好 你不要吃那麼貴 你不能吃那麼燙的吃 被貴的菜 我不只你這個叫做鰻魚 這個沒有 鰻魚 怎麼會是這麼重啊 鰻魚就這麼小一點 我怎麼分給你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好的 您覺得A有到底還是B呢 請搶答 天啊 不好意思 哪個女人的戰爭啊 現在 終於被我搶到了 紅蘿蔔 好的 答案是 是的 如果你在矯正牙齒 也要少吃紅蘿蔔嗎 老師這紅蘿蔔 我怎麼這麼可憐 我明明答對了還要 不急 老師紅蘿蔔真的咬著 會讓這個牙齒會變黃 他現在是這樣 就是說牙齒有受傷的時候 所以他這邊有講 正在矯正牙齒 正常的人應該是 不會那麼嚴重 是 反正就是說 只要你牙齒有微小受傷的時候 任何的色素都有可能沉澱在這個 是 縫裡面 對 好的 是時候了 請可蘭選付一下幾分 出動了 第一根 總積分馬姐獲得2分 得列呢 擁有3分 丫頭呢是2分 所以是我們的兩位女士 要送我們的 露娃兒小魚乾之 哎呦 真的戰爭 一個太少 兩個剛剛好 蛤 哎呀 妳很可能多可愛 因為就是太新了 我想要讓她 原來是不是太新 在開玩笑呢 真的很新 真的你新 天啊 才這麼一點點 一點點 我在這裡就聞到她的腥味了 麵 喝下去一定對身體好對不對 對 那給你喝 我贏了嘛 我下一把我喝嘛 如果我輸的話 還有我們有先準備什麼 我新的 妳好勇敢喔 我不敢看妳們的臉 我會吐 我在衝浪的感覺 衝浪的感覺 這好海洋味喔 好多渣渣 裡面渣渣超多的 我一直吃到小魚乾的 我一直洗 在摺臉 我真的會吐啦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美白鴨子的好食物裡面 韓佛的 膳食纖維的 鈣維生素D跟鎂 佛大家都知道吧對不對 膳食纖維剛剛老師也講過了 鈣這個牙齒裡面是需要補鈣的 鈣跟維生素D還有鎂 這是什麼回事老師 因為我們骨頭的結構 雖然說牙齒跟骨頭不完全一樣 是 牙齒跟骨頭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但是呢 它都需要鈣跟鈴 所以大家早期都以為它只有鈣 其實不是 是鈣、鈴、鎂都很需要 那維生素D可以幫助這個鈣質的吸收 所以因此呢這樣說起來的話呢 它們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說啦這些就是我們這個 維持這個牙齒的好食材 馬姐妳在吃什麼 剛剛說不能吃糖的 妳既然為了怕那味道妳居然吃糖 國寶啊 這是我們的國寶 不要這個樣子 我跟你說 這杯是我有史以來喝過最難喝的 而且它不是剛喝下去 還沒有那麼重的感覺 過一會它那個 餘味回味 有點那種反俗的味道 真的受不了 好啦 那是要懲罰嘛 接下來我們該吃點好吃的了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的客座主廚 郭廚藝 郭師傅 歡迎他 來 歡迎你們 你們今天再來什麼菜 洋蔥牛小排 哇 牛小排啊 對 牙齒美白是那麼好 因為我們洋蔥 所以美白牙齒 它含有豐富的纖維啊 它有美白牙齒 可以除掉污過 真的喔 對 然後我們用比較好一點就是 牛小排 搭得好啊 對 好不好 太優秀了 那你意思說 可以啊 放牛小排的原因是因為 你自己想要吃還是 大家想要吃啊 不是 真的 因為單吃洋蔥會很難下咽啊 對 就快要給我 美白牙齒 對 是不是 那我們要切成後片 我們今天做的有點像 鐵板燒 鐵板燒 在做的料 鐵板燒 鐵板燒 細明你怎麼說 鐵板燒 好了 對不起 對不起 你不要這樣鍋 是不是想說 你們把一點香油進來 好 一點點香油不要多 對 好不容易煮 它好吃的給你吃 你還這樣子 先把牛小排倒進來 我們來把它炒一炒 好 把它炒有點 大概六分熟的時候就起來 然後等一下我們裡面會有什麼 我們牛小排油脂的香味 好不好 先把油脂炒出來就對了 先把油脂炒出來 好香喔 好香喔 在炒的時候我們這邊呢 我們就來調一個醬汁 好棒 是有醬汁的是不是 有 來 醬油 一 二 三 三大匙 對 加水 醬油 再來 我們的 水 等一下加兩大匙進來 兩大匙的水 三大匙的醬油 再來呢 加什麼 還有我們蜂蜜 蜂蜜可以怎樣呢 我們的醬油不會死鹹 而且有一個香味在 蜂蜜大概一匙進來 你說鐵板燒都這樣子喔 對啊 你現在講出來 以後鐵板燒怎麼辦 沒有關係 反正大家都會挑 對不對 在家也找不到 在家也可以逃出這樣多棒 對啊 這個三二一 再來 我們現在這邊還有檸檬汁 鐵板燒有加檸檬汁 有 然後呢 我們這個一匙的檸檬汁進來 它可以解油膩 醬油加蜂蜜加檸檬汁 對 好香 牛排好香喔 太棒了 只有我開始太開心了 你很覺得 有心太樂禍 太棒了 一鍋三個二 一鍋四個人吃剛剛好 給它添熟啦 你們女生要添肥 你們女生要添肥 先喝一點油 我們用這個油來炒 洋蔥 醬喔 不是放在一起炒喔 對 洋蔥一定要把它炒軟 炒軟的時候洋蔥 本來有醬味對不對 對 把它甜味把它炒出來 老師 這洋蔥炒軟對結芽的效果 有沒有會稍微差一點 它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以它的纖維質來講 是沒有什麼差別 沒有差別 它也是低碳退化物 是 但是當然就是說 它裡面還有其他的物質 比如說它還有活 還有鈣 你這樣不敢吃了 這邊認真在教科 這邊一直在聞 真的 把它吃也不要這樣子 為什麼 好大碗 現在有沒有看到 現在已經扣平了 然後香味也出來了 就像這樣子 來 時間我們就把牛肉 還有裡面它有血水對不對 這個不要倒掉 也不要起掉 這個是甜的 來源之一 好 再來再把 醬汁放進來 這麼多 對 香香香 好香喔 黑胡椒 來 我們黑胡椒粒 把它撒進來 這個就好像我們鐵板之後 再做的那個 有沒有 那種感覺 好 好香喔 太過分了 這麼大盤 對啊 應該是我們兩個要吃 少數不少多數 它只有1秒 2秒 來 這一盤的這一盤牙齒 來 這一盤的羊 紅酒小白 好的 好 味道如何 差不多試試囉 來 來 試試看 太棒了 這樣折磨我們就對了 不給我們吃 還叫我們站中間 好香 好香喔 我要讓你們知道它有多香 多好吃 我不要聽 而且我不要聞 洋蔥一點都不辣 長得看得很脆耶 而且超脆的 是卡滋卡滋的那種 洋蔥感覺還入味 顏色很漂亮 好熱 你還穿脖子 只是連我都在講 你幹嘛吃到這樣 它那個洋蔥 跟它醬汁裡面的蜂蜜結合起來 那洋蔥更甜 一般洋蔥 如果說你沒有煮到很軟的話 甜度 雖然會釋放沒有那麼多 可是因為它跟那個醬汁裡面的 蜂蜜搭在一起 它更甜 特別的甜 又脆 我現在不能大聲講話 因為口水在嘴巴裡跑 老師有講過 口水分泌對牙齒好 真的 你重心兩骨就讓你吃不夠 可是流口水 牙齒更保健 對不對 一開始淋蔥吃得酸了 把那個牛肉膩的感覺 完全消失掉 然後帶來是那個蜂蜜 一點點糖是頂 它的醬汁的醬汁 醬油味道 香氣色 其實你平常不出那麼鹹 會做菜的角色都不一樣 沒有 平常不出那麼鹹的話 你可以等一下 然後調一糊 然後冰在冰箱裡面 你要用的時候就加 這樣就可以了 就跟鐵板燒一樣 對 一樣 你如果喜歡這個 有的時候我們吃鐵板燒 它那個醬裡面 洋蔥也丟在裡面 蒜頭也丟在裡面 辣椒也丟在裡面 你就醃一個這個 然後隨時這樣都可以醃 都可以醃 醬不醬不也可以吃 還可以把洋蔥丟在裡面醃 鐵板燒有一個小碟 對 非常簡單 而且對牙齒非常好 好 我們剛才謝謝顧師傅 謝謝 好 接下來要介紹 這個美白牙齒的食材 是起司 你應該想不到吧 我們進下一階段 我們這個實在有健康 現在有一個叫做 我愛姐妹花 按讚送大獎的活動 實在有健康 陸續會有三位的新成員 就新的姐妹花 來上我們節目 只要你上這個實在有健康的 這個臉書 按讚 給你最喜歡的姐妹花 你就有機會得到 實在有健康的第一集跟第二集 還有一組的鍋具 太棒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歡迎 我們今天的姐妹花 我們歡迎惠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惠宇 第二階段有兩回合的健康隨堂烤 積分累積最低的人 就要吃我們為你精心特調的 芥末起司片 對啊 哇 芥末起司片 原則上應該是好吃啦 沒有問題吧 越來越有創意了 你們整人 怎麼會整人呢 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起司是對亞子好了 好不合的味道 芥末加起司 冒出新滋味的感覺 試試看就知道了 好不好 好不好 來 惠宇繼續 我不是一直留給你喝 第一題 每天吃起司 不但可以降低口腔的酸性 還有 對或錯 請搶答 芥末快 你也不一定對 我告訴你 對 答案是恭喜 芥末姐 答 對了 好的 第二題 第二題 起司含有膏鈣 高血壓患者經常吃 可以幫助穩定血壓 對或錯 請搶答 好厲害喔 恭喜芥末姐 我現在搶答 對或錯 請搶答 答是一段 OK 我答 錯 錯對不對 恭喜 瑪姐 答對了 答了 我可以啊 還有幾題 我們一起吃好不好 起司油脂含量多 腸道消化不好的人 或者是油素變問題的人 應該避免食用 對或錯 請搶答 答 麻姐三連勝 答字還沒完 她就按了 我現在發現 真的什麼的 開明很重要 我猜 題目是避免吃對不對 避免食用 錯 應該要嘗嘴 答對了 好厲害喔 兩位要加油啊 好像麻姐的字沒有問題 好啦 第四題 吃低脂起司 搭配適量的紅酒 可以降低熱量的攝取 幫助減重 對或錯 請搶答 她給你一次機會 好厲害喔 壓頭崩潰了 壓頭崩潰 有一點變色或略為發霉的起司 要如何處理才能繼續使用咧 這個方式呢 就是準備一把刀子 那將我們變色的部分呢 切除掉就可以了 我常看人家吃起司很多 都是有發霉的 那怎麼切啊 馬姐 我們所謂的 不入氣說是白眉起司 它那個菌種跟發霉是不一樣的 是喔 這樣子喔 它是可以食用的黴菌 剛剛齊惠的示範是 好 如果外表有點發霉 或是變質變色的 把它切開 沒有說失誤 沒關係 一點點發霉 沒關係 因為起司本來就可以發霉 沒有那種事喔 不是喔 不是 素材水果大家都知道 對 另外一個大家忽略了 海藻類 就是把好成像這樣滾滾的 很香耶 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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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外面外的好吃 對 海藻醬不夠 今天晚上八點 請你跟我這樣過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吃低脂起司 搭配適量的紅酒 可以降低熱量的攝取 幫助減重 對或錯 請搶答 他有給你是機會 是 丫頭崩潰了 你擺過了 這其實不進的好大 我覺得你的時間不對 不要講 我要不要 我覺得錯啦 是 錯是不是 我覺得錯 好 答案是 一定是對 恭喜你答對了 YES YES 丫頭加油 對 我不行 我回去了 弄他 第五題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喝牛奶 容易腸胃不適的人 可以選擇吃起司 補充鈣質 強化骨質 對或錯 請搶答 丫頭 對 是不是 沒錯 好的 打椅子 恭喜你 答對了 來 您先請慧瑜 推測一下第一回 幾分多少 好 馬傑非常厲害得到了3分 哲戀得到了1分 丫頭也是1分 YES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起司的營養 每天吃起司 不但可以降低口腔的酸性 還可以有美白牙齒的效果 是對的 老師它是什麼原因是美白牙齒 它主要是就是說 我剛剛一開始就講就是 牙齒如果是健康的 對 它就不太容易染色上去 所以那當然就是說 你吃有益牙齒健康的食材 當然間接上面來講 是可以幫助它的 是 比如說含鈣膏的 含佛的 含膏纖維的 這些都是可以幫忙的 好的 第二題 起司含有膏鈣 高血壓患者經常吃 可以幫助穩定血壓是錯的 所以高血壓的人 盡量要少吃一點 它現在是這樣 就是高血壓病患 高血壓飲食 我們原來有一個得酥飲食 得到酥解的飲食 得酥飲食是 甲鈣膜 高鈣膏膜 高甲膏膜 那高鈣當然對心血管 是有幫助的 是 但問題這個起司很糟糕 就是說它 高鈣的同時 它可能有高鈣 因為它主要是浸在鹽水裡面弄的 所以現在目前你買起司的時候 一定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不要買到高鈣的起司 現在目前起司有出低鈣的 對 那如果低鈣的就沒有問題 喝牛奶容易腸胃不適的人 可以選擇吃起司 來補充鈣質強化你的骨骼 好像有這種講法 不是 一定對的 因為我們台灣人很多人 吃牛奶都不舒服 但是呢 對啊 但是讓細菌先吃一吃 吃完我們再吃就沒事了 這樣喔 對啊 那細菌會幫我們把那些 對腸道不好的東西會把它 就跟優格的意思是一樣 對 所以牛乳糖不耐症 每次喝著牛奶 就會拉肚子的人 其實你如果說 你有怕這個骨鬆的問題 你要補一些鈣質 吃一點起司是不錯的 對 好的 目前的積分是馬姐三分 成績類似一分 丫頭一分 兩位要加油啊 好 馬上進行我們的健康二選一 歡迎我們的健康姐妹花 起司可以對抗助搖 起司還可以幫我美白牙齒 我們是健康姐妹花 好的 第一題 購買整塊硬起司 要如何分辨品質 加的硬起司呢 來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第一個重點呢 一定要挑選顏色偏白的 因為它是奶製品 所以它顏色一定會 稍微要變成乳白色 第二個重點 因為它是發酵過程 它會有水分蒸發 所以它揮發掉之後 你會仔細看它邊緣的地方 或一些微微的裂痕 它是非常自然而然的現象 所以只要記得這兩個重點 就是品質好的硬起司喔 怎麼樣挑選品質好的硬起司呢 我的挑選方式有兩點 第一點大家可以看喔 這個起司它的結構 要選得非常的結實的 就是好的 因為它的結構呢 質地啊 結實 代表它沒有添加任何的化學物 還是有的沒有的 那第二個呢 可以看喔 先用聞一下 它的味道呢 有濃濃的奶香味 就是品質好的硬起司喔 請講答 可以喔 我要服務了 B B是不是 對 好的 答案是 質地 結實 濃濃的奶香 這個我們在挑選起司的時候 有時候它如果說會有裂開的情況 或者乾乾 就可能它是在包裝的時候 包裝不好 有一點這個 不是密閉的狀態下來 接觸空氣 它接觸到空氣了 那已經裡面的這個濕度 已經完全拉掉了 就開始會有裂痕出來了 對 好的 第二題 起司保存不良變色 怎麼處理才可以食用呢 我們請可蘭示範做白 其實呢 如果起司變色 就代表它裡面的酵呢 發酵呢 它的黴菌呢 太過於活潑活躍了 所以呢 只要記得呢 用我們的米酒來擦拭它 那為什麼要用米酒呢 因為米酒它本身是酒精 它可以有殺菌的功效 所以呢 你就用這種 廚房紙巾 沾一點點的米酒 然後稍微變色的地方 稍微擦拭一下 而且重點是因為米酒 它裡面還有酒精 所以它很快就揮發 完全不會影響到 我們硬起司的口感 你知道擦過之後呢 就可以繼續來使用它囉 非常的簡單 推薦給大家 起司保存不好的時候 變色了 該怎麼辦呢 還想繼續吃 那我這個方式呢 就是準備一把刀子 那當我們變色的部分呢 切除掉就可以了 非常的簡單 好的 您覺得A有道理還是B呢 請搶答 冷靜 冷靜 爸爸姐的我賣了 不來 我猜是 A A A是不是 A 因為我常常看人家吃起司很多 都是有發霉的 有加了什麼 白霉 起司啊 或是白霉起司啊 對 都是裡面都有發霉 那怎麼切啊 所以我猜應該是A吧 A是不是 好的 答案是 切除變色的風味 就可以試試使用囉 首先我們 我居然猜錯了 沒有 首先馬姐 我們所謂的 所謂的 不露起司說是白霉起司 它那個菌種跟發霉的是不一樣的 是喔 這樣子喔 剛才在做這個氣的時候都已經放到裡面去了 跟我們現在說放久了發霉 那不是說發霉沒關係 藍霉都在吃了 不行喔 那是完全不一樣 不行啊 不行 長小香菇來還是不行吃 好 那所以就像香菇有生好的香菇跟毒菇一樣啊 你不是說有是菇菌類的都可以吃 沒有這種事喔 真的喔 那所以說我們 剛剛齊惠的示範是 好 如果外表有點發霉或是變質變色 把它切開 如果你切開裡面 還是一樣是剛剛你不好的顏色 再切一刀還是一樣 你那塊就丟掉了 喔 沒有說吃味 沒關係一點點發霉沒關係 因為起司本來就可以發霉 沒有那種事喔 不是喔 不是不是不是 那比較 大家聽清楚了沒 這很重要喔 好的 我們請可以來宣布一下積分是多少 好 第二階段總積分 那我們馬姐獲得了3分 得力也是3分 熱丫頭就1分 熱丫頭一個人要喝我們的芥末起司 我還沒想說會發生這種事 好有看到我的 只一小口就可以了 妳們要掉眼淚 不準 妳不要透透吃完 一小口就很辣 一小口就 一點點就好了 好了 我好辣 我餓了 不要再看她出上圓 馬上請我們健康上載 我們今天要做的是這個花生起司 是 花生起司 它是個甜點 好甜點喔 對對對 那起司我們都知道它可以降低 這個口腔的酸性 然後有美白的效果 所以我們今天用的是兩種起司 Mozzarella 跟帕馬生起司 這是硬的 這是軟的 太棒了 起司對牙齒好還可以美白啊 它就是剛剛老師有講過嘛 美白牙齒 你如果損傷的時候 我以為是美白皮膚呢 等會兒 這道可以美白牙齒的花生起司 絕對讓你驚豔不已 千萬別走開唷 起司放上來把它裹上 好強喔 要用炸的嗎 有點半煎炸 對 那真的很像煎年糕 有點像 然後這個是蜂蜜 花醬在家做 人家一定會覺得我們是高手 也太大塊了吧 好好吃喔 花生還有點酥脆的感覺 有一點酥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氣質還有一點彈性 搭配得太巧妙了 是 實在有健康 健康姐妹花按讚抽獎活動開始啦 健康姐妹花要加入新的生力軍啦 只要呢 到我們實在有健康的臉書粉絲頁呢 在你最喜歡的健康姐妹花上面按讚 有機會獲得 實在有健康的健康書 以及高級鍋具 趕快上臉書粉絲頁來按讚吧 什麼啊 聽到美白直接想到 然後我們這邊有蛋液 我們先把它蛋白的部分 蛋清 先放這邊 然後我們需要打花生 花生啊 這是生的花生 生的 對 沒有烘焙過 也沒有烤過 也沒有煮過 對 我們稍微把它打一下 好 喜熟的皮嗎 好 大概就可以了 所以生的花生比較好對不對 煮過就沒那麼香了 也不是 我們要下去要煎它 對 然後把花生倒出來 那我們這邊 來 我們這邊的 今天的起司 那我們先什麼 先把它放到蛋液裡面來 蛋白 像煎年糕一樣 有點像 把蛋 先讓它包裹起來 然後放上來 把它裹上 醬喔 好像烤年糕 對啊 這樣在家做 人家一定會覺得我們是高手 做這種點心這麼高級 有朋友來這樣子吃也滿正點的 對啊 滿有創意的 要用炸的嗎 有點半煎炸 半煎炸 對 可是速度很快 我們只拿外面的花生 把它弄熟就可以了 所以因為起司本來就可以吃了 所以不用顧到它 而且你如果過度加熱的話 它有可能那個起司 會融化 反正不好 太融了 也不行 對 然後溫度不要過高 溫度高的話 一方面這個花生也不好 然後起司也溶一溶 你不能炸焦了對不對 不行 不行 這樣真的很像煎年糕耶 有點像 好香喔 現在就聞到那個花生的香味了 花生爆香 因為我們用的是橄欖油 所以我們也不希望橄欖油 因為我們去煎它的話 把這個橄欖油的質地弄壞了 太高溫也不好 對 小心的翻對不對 就像煎年糕一樣 哇塞 像這個熱度已經上了 軟Q軟Q的感覺 好香喔 待會吃脈已經比較燙到 對有道理 有道理 真的耶 這句話真的很實在 小心不要燙到 再燙一點好了 嫂子妳也太快了 它只要偏有一點點溶 這是直接備起來了 哇 真的耶 我覺得好像在煎豆腐 對 第一次看到這樣 吃這種甜點 對 它起司這麼濃的 有一點溫度就可以了 好甜 然後這個是蜂蜜 而且橄欖油是好的味道 哇 不得了 這樣就瓦著吃就很好吃 整個蜂巢的蜂蜜都來了 真的 然後這個是 硬的起司在上面再抹上來 它等一下又再融有沒有 你融我融融在一起 好 這是一個簡單的餐後的起司 來 我們吃吃看 好甜 好甜 我們來吃吃看 就這樣挖了一點 就挖了一個你自己要的大小 好 直接就可以吃了 好棒 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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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裡面 我要最大塊的 我拿給妳了 對 也太大塊了吧 好好吃 這個很香 好吃 它還有一點點嚼勁感覺 有彈性的 像起司調料嗎 好吃 可是起司也要 我們通常吃的 它也是會太軟了你知道嗎 你會充滿一點點 會有一點嚼勁 然後發生一點香氣 然後那個乾的起司下去 的香氣會更重要 對 我覺得它發生 跟它搭配得太巧妙了 是 發生還有點酥脆的感覺 有一點酥脆的感覺 然後裡面的起司 還有一點彈性 它不是像一般起司調料 吃起來軟軟綿綿的 所以這是軟的起司 跟硬的起司 在做互相的搭配 很簡單 回去大家都可以做做看 好好吃 好棒 我已經覺得很有彈性 你把酸種起司融合在一起 對 最主要我們這次在講 所謂美白牙齒 要大家注意口腔的清潔 然後餐後必要漱口 要漱口要刷牙 不要刷牙 那請注意妳就吃過酸的東西 先不要刷 先漱口 半個朋友再刷 對 然後吃的會染色的 多喝水 然後千萬不要亂用 網路上面傳的東西 或是一些片方 來弄自己的牙齒 對 還有就是搶你要快一點 我先打了 好不好 今天就謝謝三位頭 謝謝 謝謝 那請大家繼續鎖定 我們的實在有健康 讓我們將近如何吃吃好健康 待會兒下次見 拜拜 這是什麼 恭喜夫雞排 我花了一點時間 把它拿進來烤 在炒的時候 它的香氣就比較住 香菜進來 好香 天啊 滿滿的 它的外面真的是 明天下午6點鐘 超市實在有健康